擦 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不打负诈了吧 比如说我 这咋跟人家卷啊 说的是啊 梦幻第一化生展示 老王直呼从没见过 这么强的宝宝 别人根本卷不动 全号细节到极致 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西山老街 大帝哥 这位老板也是个超级神豪 只要团队需要证买从不莫记 带来的化生寺展示 我其实没有看过他们的硬件 现在的负诈号已经越来越少的展示了 这个展示呢 也是一种阶段性的总结 让未来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时候改变的进来 280减去18x16x12192 处防88 熔炼17 帽子防御105 精清绝 项链351 351减去96 树林255 极限灵力 罗汉项链 现在的化生寺 在队伍里承担的作用 就是挨打扛揍 都得带163 带法防灵式 那地厅那神木林侵蚀是真弄的 衣服的话 所以说每件衣服都追求极限属性 304 再加上21 双加52 熔炼了三点是55 破甲数325高防 武器一定是要高伤害的 用15再传你个8 120减去700 初伤580 双加71 效里仓刀 160的武器造型 上子原造型上子 消耀声原始统组人组 转成剑夹克 变成剑 腰带的话是一个愤怒水星 腰带防御109 气血的话是411 这个水星的腰带属性特别的好 因为一般来讲 分头特地的腰带 很少有能达到400多鞋 110 还是109房 这个属性 这个腰带属性拉满了 厉害 项链也是高龄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 所有的装备都用上劲了 鞋子的话是 16段的流云鞋 一般流云的话都在衣服武器 和腰带上 很少看到14段16段的鞋子 敏捷64 防御113 腰带防御高一点 鞋子防御高一点 衣服防御高一点 镶链灵力高一点 每一点 都是在追求 耳饰的话 这个耳饰速度虽然没爆 你仔细看 它耳饰速度没爆 但是法皇报了14点 速度报了4点 防御报了1点 就是从有一天开始 化生寺有的时候 已经开始不带 修罗会的腰套了 变成了那种血耐装备的套 比如说机关车 就是因为 现在化生寺带6速度 然后速度一定比物理系快了 然后套装上多余的敏捷 转换成血耐 包括后来带163 它这个三法房零式 法房28国标 一个39报了9 35报了6 31报了3 上牌抗风42 比国标28或14 这个速度 这个速度30的3 属性是真的好 以前这种灵式都没人要 现在版本之神 这个好 这个虽然不是三法房 但是气血你不可能没有 气血42比国标98 报44 法房一个报了7 7 一个报了4 这个灵式 别看着混搭 真的好 速度30的三法房 属性点应该差不多 比这个少半段行为10 玩过化生寺的兄弟们都知道 化生寺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呀 对呀 是宝宝啊 擦 五轮抗风 十一技能 地厅 这得多爽啊 现实又见到你得叫声歌 得说声牛逼 但是在网上你就觉得一般 这个地厅已经是巅峰的存在了 该有的技能一个不少 速度资质还很高 完美 十一技能啊 上五零服啊 五轮抗风 很fashion啊 十一技能净台必来 十一技能净台必来 那损属有钱烧的我跟你讲 为啥呢 因为十技能就够用 你说你带个壁垒 带个高级驱轨套 你这和高级感知套 有用吗 那肯定有用 这只宝宝多了一个技能啊 正常这种资质的话 都拍善恶了 这种宝宝的话 善恶的话 是成品的话 三十 这点净受决钱 这种胚子的话 打壁垒的话 我估计得亏个五万块钱吧 这个地厅无敌了 第一次见完美技能的 这种级别的地厅 全都换不超过三个 这只工地厅就过分了 这只地厅有人说是两蓝 这只夜战就等于红枝 一致的话也不是垃圾技能 前面有召观兽的时候 还相当于加了5%的攻击 那低级偷袭变成了高级偷袭 高级偷袭变成了超级偷袭 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不打负炸了吧 比如说我 你说 这咋跟人家卷啊 这咋跟人卷 兄弟们你们知道这四只宝宝 你不用说这四只 这三只宝宝多少钱 你们知道吗 能买多少个16段的装备吗 这咋玩啊 12技能全红镜台三恶 兄弟们 基本上就是一个 当最现在掉下以后 也得是一个50开外的东西 你在打神马 而且必须打三恶的时候 掉的是幅度输 他这个输 他这个输 就是你拍三恶的时候 如果掉高臂掉高头 你是打不了神马的 必须得掉那些幅度输 就比如说炖气啊 禁帽啊之类的 这一只宝宝就价值50万以上 轻松万量奔驰一级 现在福战想拿成绩 真不是一般老板能玩得起的 好 第三只地听 又是一只地踢 这个比刚才那个少一个一致 太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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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名词会跟 你带高神套 没得选 高防高强 幸运招架 这只没打神马 技能就是完美的 这只没打神马 技能完美的 这个时候你不敢再打神马了 他说你华生斯带打神马 我才反应过来 出其不意杀银利劈 虽然他攻击没有 加完属性达到一个 让大家没见过的 三千二三千三的地步 但是人家出其不意 直接增加了15% 这个飞行还能略微的增加 利劈的命中率 一个冷知识告诉大家 利劈不是必中的 善恶必中 壁垒必中 利劈不是必中 他的善恶竞台神马 都是全红的 这宝宝 一特 两特 三特 那无色魔爵 万一给宝宝打神佑了 啪四次 这只宝宝上场 是一种那种牌面 你知道吗 无色魔爵给宝宝打神佑了 以后啪一下 以后再回头 以后再跳一下 带个组组智商 挺漂亮的 千素四溪竞台 这个宝宝可以称之为 内政中的极致 太猛了 死亡法防竞台 茁壮成长 他不是归宿的宝宝 有16165的鞋 兄弟买六轮车 四个大轮 俩小轮